字幕提供 今天我們查到奧瑞剛的結舊人質 人質的出現點是在 二樓的寢室 這個點其實還蠻難守的 因為人質後面就有一扇窗戶 然後呢可以抓到 窗戶外面屋頂上的位置其實還 蠻有限的 我們很久沒看戰術地圖,我們來看一下戰術地圖 來研究一下還有什麼攻擊位置 所以我們會從紅線的方向攻擊 敵人基本上唯一可以從外面偷襲的地方 就是黃色圈圈那邊 那遼望塔可能 可以勉強看到我們,但是不會很清楚 就是我們如果刀掛到 上面的話可以看到,就這樣而已 所以敵人基本上只能靠槍法 組織我們進入建築,他們不太能夠 可以測襲我們的地方 這關人質,所以我們的散彈炸彈就 不能夠直接炸最多人的地方 就隨便炸到走廊炸進去 也許會在這 就是那個窗戶是唯一 比較可能會攻擊我們的地方 但是注意那個窗戶沒有破 所以敵人如果從那邊出來攻擊我們的話 還要先破窗,我們會有 可能半秒鐘的 反應時間 進去前先丟個車 看看裡面的防禦有沒有很複雜 然後答案是 似乎根本就沒有人在,是旁邊 注意那個床旁邊那個床墊是可以被貫穿的 敵人這邊把嬰兒房的牆壁封起來其實是錯誤的做法 因為其實很少人會從嬰兒房進去 通常大家就直接放進去 從這裡進去就好了 你把嬰兒房封起來 反正就有少一個攻擊的方向 我們在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敵人的情況下 就進出到燈汁旁邊了 所以他們就沿途數字的把燈汁救出來就結束了 敵人真的這樣就很難出來 所以這是奧維剛蠻藍手的一個田鑫 下次我們回來收集